中國海巡旅旅犯禁 二號晚間更將 澎湖漁船押回福建港 再度挑起兩岸敏感神經 以往地緣因素 都會讓股市被衝擊 但這回臺股沒有再怕 臺股開盤雖然有一些震盪 站在九點半過後一路上漲 中場大漲兩百九十三點 收在兩萬三千一百七十二點 時依來看 三大法人合計 買超臺股一百九十七點 九億元 其中外資買超九十二點六八億元 不受地緣政治干擾 依舊力挺台股 那每次發生這種地緣風險的時候 都看外資態度 那只要外資沒有再大幅度的 賣超台積電鴻海 這些全值股的話 那我認為指數 仍然是呈現高檔震盪的格局 利多因素 還有美國聯準會降息 希望升高 帶動股市上漲 台積電更是市場重點 大客戶蘋果i16處理器 將採用台積電第二代 三奈米製程 針對AI晶片必須的 COWAS傳出新場 渴望落腳雲鈴 帶動三號股價 漲了將近百分之二 來到九百七十九元 大家對於他不管是在資本支出 先進封裝這邊所看到的一個成長性 乃至於說他漲價的一個可能性 其實都是大家關注的一些焦點 那所以台積電的走勢 當然會有關於後續 大家對於整個指數的一個看法 台積電十八號法說會 是魏哲嘉上任後的首場 今年的展望資本支出是重點 由外資率先喊出目標價一千零七十元 法說會的內容將影響台穀 後續走勢 詹宣宣張庭強方向Type島